画面中这些身着统一服装的孩子们正在进行棒球训练 而这些孩子都是教练孙领峰从全国各地贫困地区带回来的 他们中有父母早逝的孤儿 也有因家境贫苦而无人抚养的适时孤儿 有家里面有比如有重大事件的 比如说什么那个复兴子女 你比如有家庭家里人是残疾没有工作能力 你比如家里人跑了或者等等等等 终归一个就是这些家庭没有能力来抚养这些孩子的 我应该是把这些真正贫困和没有人能够帮助到他们的孩子带出来 最开始的资金就是我跟我们这个几个身边的朋友 然后边开始有一些直重导和的朋友们他就加入进来 这个位于北京通州区的棒球训练基地的创始人孙领峰 是职业棒球运动员 曾担任过中国国家棒球队队长 从2015年创办至今 孙领峰已陆续将42个孩子带回基地培养 他还邀请到自己的师父 前国家队教练张锦心和几位师兄弟 组成了阵容豪华的志愿教练团队 此外基地里还有六位义务之教老师负责孩子们的文化课教学 虽然是球队但孙领峰安排的学习时间大于训练时间 数学语文国学英语四种课 每个孩子他的阶段不一样 根据每个孩子给他们进行教学 孙领峰希望培养出的不只是运动员 而是全方位的棒球人才 训练基地里有一间荣誉室 摆满了奖杯和奖牌 这是六年以来球队在各大比赛中取得的实际 球队距离孙领峰规划的顶级越来越近 他觉得这些比赛不仅能证明实力 还让孩子们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 拥有梦想和信念 在Proni世界联盟当中得了一个发展度亚洲冠军 完了呢世界参加美国的世界大赛得了个第七 包括一些北京市比赛全国比赛 去年咱们应该参加的全国性比赛有五次 咱们得了四次冠军一个第二名 他们知道自己不比任何人差 而且会比多得比任何人强 他们有信心有信念又有理想有梦想 让他们拥有这个时候 其实他们就会变成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不过棒球运动也需要资金支持 因为资金不足 孙领峰不得不放弃许多国际比赛邀请 您比如说去年吧 在年初的时候 包括我能够借到的钱和用的钱全没有了 为了给咱们员工发工资 为了给孩子买菜 我把车都买了 目前球队的开支几乎全靠爱心人士的捐助 即便如此 孙领峰也从未想过放弃 从将孩子们接到北京的那一刻起 他就打算负责到底 实事求是的家 一直感觉我在悬崖边上在挣扎 但是我又不能放弃 而这几次生死 最关键的时候 都有什么贵人相助 其实也是挺感谢这一路 帮助过我们的人 就等我死了为止 我认准了要干这事 我就会一门心思干下去 就绝不动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